我把回憶記錄拿出來給大家看 然後已經看著講 但是網路連不上 所以就沒有回憶記錄給看 那大家只好聽我講 然後我聽音響講 那我們的Session 我先感謝一下有跑進來討論的大家 那我們的Session的題目是怎麼樣 原本題目是怎麼樣 讓別人對他本來沒有興趣的事物產生興趣 那會提這個問題 是因為這是我常常遇到的情況 就是我要怎麼跟同事解釋 開放節奏是什麼 然後局里面是什麼 黑客中是什麼 那他們常常就是給我的感覺就是不感興趣 所以對我來講 後局第一個問題是要怎麼讓他們感興趣 那或者比如說在場的各位 我可以講比較久嗎 在場的各位 就是讓大家對於使用 不要使用紙杯 然後用環保塊之類的事去感興趣 所以很困難 那所以對我來講 這是我想問的問題 然後中 那個早上在討論的時候 沐約就跑過來問了下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就是 他從他的經驗出發 他常常 在一些場合 不包含這個場合 在一些場合 遇到一些讓他很不感興趣的人 就是話不投機 然後怎麼樣的樣子 都 就是 無法跟他們聊得上天 然後就很想離開 那他想 他想要問的問題是 這種人可能代表他們其實是有很有尷尬的事情 可以讓我們學習的 因為我們對他不感興趣 能表示他有跟我們很不一樣的觀點 那 假設我現在在一個會場 有100個我都不感興趣的人 我要怎麼樣從這100個人裡面篩選出 我既不感興趣 而且他真的對我有用的事情 就是 對我有用的事情 可以跟我講的人 就是 有沒有什麼標準 可以去篩選這種人 來讓我們可以 快速的獲得 這樣的人的資訊 那我們就開始聊天 然後我就忽然說 也許 他 就是 如果只是讓你不感興趣的話 那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他讓你很生氣的話 那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好 所以我們 後來的Session 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會提這件事情 是因為 從前 從前有一個收集攝影書的收藏家 從他那邊聽說的 因為他在討論一個攝影師叫 聖山大道的攝影集的時候 講到聖山大道的攝影集 剛出出版的時候 搞得大家很生氣 所有的攝影師跟攝影的人都會生氣 然後罵這個攝影師 這個不叫攝影 但是後來 他是很重要的攝影師 而且影響了很多後悲的攝影師 所以那個收藏家 跟我們講的經驗就是 當你想要買 當你看到一本攝影書 你把它打開來 然後覺得他冒犯 然後他讓你覺得很生氣的話 那可能是個重要的訊息 就表示這本書也很價值 要趕快把它買下來 所以我就提議了 或許就是讓你生氣 這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然後我們就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那為了解這件事情 這是重要的指標 我們每個人就開始回憶 過去幾年 到底有哪些事情 讓我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 我們有記錄了一些這樣的案例 在會議紀錄上 就是在iPad上面 大家有興趣可以進去看一看 那沐約講了一個很棒的例子 所以我又再拿他出來講一次 沐約講說他有一個朋友 有台灣人去上海工作 工作了幾年 然後沐約有一次去上海看他 那朋友就語重心長跟他說 我跟你說啊 你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都會有小鎮 鄉鎮跟城市 然後鄉鎮裡面的人 隔一段時間就要去城市裡面 去靜頓一下那個氣息 或是去進城一下 然後提升自己一下 我現在覺得台北跟上海就是這個感覺 就是他把台北當成小鄉鎮 然後台灣的人要為陣子去上海 一下就是提升一下 然後這件事情 他沐約搞得非常非常的生氣 以至於四年後的今天 他馬上就想起了這個例子 對 那我們就開始在討論 像這樣的例子裡面 或許這樣的事情 是裡面有一些重要的訊息 可以 我真的只剩一分鐘嗎 好 那我快速的講下去 我們後來討論一些這樣的案例 然後 下面一個 比較重要的問題 就是 就是 剛剛提醒我只剩一分鐘的 Anthel提出來 就是 如果一個人講的話 讓你很生氣的話 你怎麼樣從其中 就是退舉出 可能對你重要的訊息 那我們對這些事情討論一下 然後大概就是 一個人讓你很生氣 大概就是他基本價值觀看 跟你的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他這種人講話 會有意義 是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活在跟你不一樣的世界裡 所以他講的話 可能就是對你來講 是一個很不舒適從外來的訊息 這是為什麼這樣的訊息會有用 所以你需要去從他講的話裡面 退去出他跟你不一樣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然後去看看這個價值到底 是不是真的是一個有用的訊息 然後再接下來就是討論到 如果兩邊就是互相看不順眼 就是他講話讓我很毛 很不高興 我要怎麼樣繼續溝通下去呢 這差不多就是我們討論最後面 就是我又突發你講題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時候 或許應該來open data一下 就是我跟 或許他當對方跟你講的話 讓你很生氣的時候 就是說可以嘗試你跟他說 你講的話讓我們覺得很生氣 就是把這個information discode給他 然後再跟他說 如果接下來我要講的話 也讓你很生氣的話 那可能表示我們對彼此 都會有些幫助 所以我們有些看會不然可以 那就這樣